只要闯过这两关,腰椎间盘突出才是真的好了 大家好,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很多腰突的患者经常有一个消极的想法 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得了就再也好不了了呢 其实我们也理解,毕竟腰突反反复复让人十分痛苦 难免会有所气馁 但是呢,其实只要你挺过了这两关 你的腰痛就能达到临床治愈 甚至达到长时间的不复发 科普不易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听我接着往下说 第一关呢,就是急性期 当纤维环破裂以后呢 随和突出压迫了神经根以后呢 被压迫的神经根呢 随即出现了局部的炎症反应和水肿 导致患者呢出现下肢的五粒疼痛麻木等症状 这个时期呢就叫做急性期 这个时候不要过于的紧张和焦虑 只要听医生的话,卧床休息 配合神经营养物质 甲骨胺和小眼止疼药物 像双禄风酸钠呀 塞莱西部等等的药物治疗 以及一些其他的辅助治疗 比如说针灸呀,推拿呀,牵引啊 等等的理疗 大部分患者呢就能够度过第一关 第二关呢就是缓解期 就是急性期的症状呢 得到了缓解以后呢 这一个阶段呢 重点呢就是预防再次的复发 如何预防反复的发作呢 第一呢就是不要弯腰,体重五 第二呢就是不要着凉 第三呢就是要加强腰背肌的锻炼 最后呢再配合一些活血化医院 投入止痛的药物对症去加减 恢复和巩固效果 促进神经根的恢复 这几点呢只要都做到 大部分呢患者呢可以做到 长时间的不复发 只要您度过了急性期 那么长时间不再复发 那您的腰痛呢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